他差不多二十岁的时候 他心里面受主的感动 服侍一位年老的风瘫的姊妹 这个风瘫的姊妹 不能治理生活的 甚至大小便又需要有人来帮助她 可是主给这个姊妹有一个负担去服侍她 感谢赞美神 这个姊妹现在还活着 她降到主有一颗完全的心 她觉得说我要无条件地顺服神 所以她就开始服侍这一个风瘫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一想 当她服侍这个姊妹的时候 这个年轻人 年轻的一个妇女 谈不上什么了 谈不上学习了 谈不上婚姻了 谈不上家庭了 她可以说她一生就在 服侍这一个风瘫的这个妇女 这个老姊妹没有钱的 所以这个小姊妹又要去工作 赚来钱来服侍这个姊妹 服侍到什么程度 哎呀 真是不可思议了 从前不像今天呢 这个有那么好多 许多的材料 许多设备 有许多尿布 那么她整个大小便 就在这个床上 也许多了 这位姊妹呢 每天都非常耐心的 在那里服侍她 以至于服侍到一个什么程度 当有客人进到这个家庭里面去的话 竟然闻不到一点点的臭味 她觉得我是在那里服侍主 我不是服侍一个风瘫的人 这样整整的二十年 直到这个老姊妹去世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呢 你不要以为下岛了 你要知道 十字架的道路 乃是最蒙祝福的道路 只有在这个道路上 你这个天然生命会减少 基督的生命会长大 只有这个路上 你这个基督在你里面 重生的时候 那个阴海的生命 才能够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生量 我告诉大家 只有基督长成的生量 能够存到永恒 能够存到永远 我在这里说一说 什么叫做永远 我年轻的时候 有一次我去教会里面 听那个福音 有一位年长的同工 他讲了一段话 向我们解释 什么叫做永远 他说什么叫做永远呢 他说这里有一杯水 这个水只有二三百个细细 假定这个杯水 从一个漏斗里面漏过去 漏过去 这是假定 这不是真的 假定说 这个漏斗 把这个水漏过去 漏过去一地 需要一万年 one drop 需要一万年 它才能够漏过去 那么这一杯水 全部漏过去 需要多久呢 很多 很多年数了 对不对 很多年数 因为 二百个细细 三百个细细 一个细细 有二十几细 那就很多的时间了 那么他说 如果一个池塘里面的水 要通过这个漏斗漏过去 需要多少年 那在数学上 你就要加好几个圈在后面 最后他说 倘若你要太平洋的水 从这个漏斗里面 全部漏过去 需要多少年 可是他说 这个年份啊 如果和永远相比较啊 不过是转眼之间 你如果懂得一点代数 你就知道 在代数里头 有一个叫做infinity 一个无穷大 无穷大 任何一个数目 任何一个常数 除以有无穷大 就等于零 你懂吗 有事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 我们所盼望的 我们所追求的 不是我们这七八十年的那个幸福 我们所追求的 是那个永永远远的祝福 永永远远 在基督耶稣里的那个荣耀 那进到这个荣耀里面去 只有一条路 就是主耶稣自己走过的那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那主耶稣走的十字架的道路 是怎么走的呢 这个很重要 我要把这一点啊 说得清楚一点 你如果仔细去读约翰福音的话 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 最少有四十次 他说到 我不是凭着自己来的 是父差我来的 他是奉差遣来的 他到这个地上来 不是凭着自己的热心 也并不是凭着这个地上有需要 他到世上来 乃是因为神的差遣 是父差我来的 他一再一再的 claim 要大家知道 我不是凭着自己来的 是父差我来的 弟兄姊妹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只有神 祂是阿拉伯 祂是欧美加 任何一件事情 是要神起头的 originator 神是一个唯一的起头的人 我在这里插进去几句话 现在美国也好 好多其他的国家也好 有许多所谓的短宣队 很多人都到中国去 有的神学院带了学生 到国内去短宣去施行 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 我们从国内出来的 年老一点的弟兄们 同工们都觉得 这些人进去绝大部分是 起的作用 不是真正的好的作用 请你原谅我 我说得很直的告诉你 第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神拆遣你 你是不是说 因为国内有需要 有那么多十几亿的人口 需要福音 有那么多几千万的弟兄 需要造就 因为需要 你加上你的热心 你就进去了 主耶稣不是这样 主耶稣不是因为 这个地上 有一个堕落的人类 而不是因为 他有骨的热情 所以他来到这个地上 不是的 他来到这个地上 是因为神的差遣 如果没有神的差遣 他到地上来 没有所拟的价值 弟兄姊妹们 你如果去读圣经 仔细地读圣经 保罗也好 彼得也好 其他的使徒们也好 都有这个原则 他们是按照神的指示 比如说 摩西造一个会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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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按照山上的样式 这个模型 这个样式只有神能够做决定 神告诉他 这个用什么盖在上面 里面圣锁是怎么样 自身锁是怎么样 这个院外院是怎么样 这个用什么材料 用多少尺寸 有多少大小 全部是神在山上告诉他的 所有属灵的 有价值的侍奉 都是神开始 你看保罗 你读保罗的书信 当保罗到了 到了四路行传十六章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在亚西亚 可是圣经记载说 圣灵禁止他在亚西亚上 且传道 传道不是很好吗 那里不是有需要吗 这里不是很热心吗 神的灵 圣灵禁止他 在亚西亚讲道 那么他想 我现在到怎么办 到哪去呢 他想啊 批推你去 结果呢 耶稣的灵也不许 直到后来 有一项向他显现 要他到马其登去 所谓马其登的父神 你看见吗 传福音不是不好 传福音不是说客观没有需要 不是他主观没有这个热情 而是说他要需要神的灵来引导他 彼得到哥尼罗 牛家里面去也是一样 神有意象向他显现 有一块很大的布 从天上坠下来 彼得看见里面有好多 按照旧约摩西的规矩来说 是不接近的 有声音三次的人 起来宰了诗 彼得说 我从来没有吃过 事后神就给他启示说 要他把那些被看为不接近的外邦人 把他把福音带到他们中间去 接下来你就很清楚地看见 从哥尼罗那里有夫人打发来到来寻找他 他就去到他那里传福音给他们 结果你看见了圣灵降下来 你看见他们一家人多蒙恩 还有他们许多的亲友多蒙恩 所以真正出于神的那个工作 都是神起头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所有出于神的工作 都需要靠住主的恩典 都需要依靠主的 我们一定要记牢一句话 主耶稣说的 离了我 你就不能做什么 可是今天基督教的里面这个大难处是什么 离了主还能够做 而且做了很多 不需要主 不需要祷告 不需要寻求 不需要进食 就可以了 因为有才干 有聪明 有智慧 有办法 有经验 不需要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 请你记得 我们中国大陆的经验告诉你们说 所有你靠自己做的 都是炒不活戒 都进不去活 无论你靠自己做的工作 是多么的了不起 外面看起来多么的辉煌 进不去活 唯有你是从神那里来的 是从神开始 是依靠神来做的 你这样的 这样的侍奉 才能够存到永远 还有一点 要归于神 不但是 从神出发的 从神发起的 从神差遣的 不但是靠着主 主的恩典来行的 而且要把一切的荣耀 来归给主 来归给主 所以弟兄姊妹们 如果你仔细地读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你会看出来 主耶稣说过一句 一些很宝贵的话 主耶稣说 只凭着自己 没有说过一句话 他凭着自己 没有做过一件事 他所做的 都是神差遣他做的 他所讲的话 都是神差遣他讲的 弟兄姊妹 不但如此 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 第四节 告诉我们 主耶稣在地上 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荣耀神 把一切的荣耀归于神 所以一个 侍奉神的人 一个做圣工的人 必须每一件事情 是出于神 依靠神 而归于神的 主耶稣说 我不求人的荣耀 我不求人的荣耀 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 他又说 我不受人的荣耀 你就是给他荣耀 他不受 他不需要你的荣耀 只有神 给他的荣耀 他是能够 他是接受的 所以 在这个十字架的路上 有这样几个的特点 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 你记得 出于神 依靠神 归给神 那 有好多的弟兄姊妹 问我 关于十字架的道路 在美国这样一个地方 我们怎么样来学习呢 我先讲一点 一点点 有没有时间的关系 第一 你这个真正要跟随主的人 你这个 你这张口啊 要经过十字架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有一位年长的姊妹 对我们说 有的人呢 他的口啊 是一个品质 品歌的这个品啊 三个口 话很多 话很多 只有少数的 走在十字架道路上的弟兄们 他对这个口啊 像个田字 一某田的田子 他这个口里面呢 有个十字架 那个做品质的 这个准像品质的 许多的闲话 挑拨的话 论断的话 夸大的话 掩饰的话 有许多不准确的话 喜笑的话 有许多 甚至于 谎言 若须作假 这一些就是说明啊 一个言语多的人 跟这个言语不受约束的人 这个人不是走在十字架道路上 一个真正走在十字架道路上的人 他的的话 是经过神的固定的 大卫有一个祷告 大卫的祷告里面怎么说呢 求神禁止我的口 把守我的嘴 禁止我的口 把守我的嘴 什么意思呢 英文里面他翻译过 set and watch 你要派一个敲跟的 派一个站岗的 在我的嘴唇的旁边 在我的生活的旁边 不要让我随便说话 我是一个圣徒 我这个言语 要说约束 刚才我们念过的圣经说 天天背弃十字架 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你这个舌头 你每天讲许多的话 到底有多少是闲话呢 有一天圣经说 我们所说的闲话 句句要在神面前 要供出来 那么 我再说 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这个背十字架跟随主 在家庭里面 在 这个 教会里面 在社会里面 都有十字架 我开始所说的 那个该用户人的 他那个经历 他那个十字架的功课 主要是从家里面学来 他有一句话 非常感动人 当他 这个婆婆 带他不好 当做许多尊贵的客人面前 叫他很难砍 他的死女带他不好 他的儿子带他不好 在那样的光景之下 他就学习主耶稣在 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里面的 那个 那个光景 主耶稣 那个时候 先知描写他的时候 他好像 羊羔 被牵到宰沙之地 他好像 羊在 在剪毛的人手下 默默无声 这一位姊妹 也在那样的 艰难的环境当中 那个不讲道理的 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他学习顺服众 他学习 接受主的 雕刻 接受主的 修剪 他说一句非常好的话 他说 当父神 用杖来折打我的手 来管教我的手 他说 我是把这个杖 接过来 亲吻的 不是像有的人 神用杖 来管教他的时候 他把神的杖都遮断 这样的人 他不能够 被神使用 他不能够 进到 生命丰富的地位 我记得 我有一次 我到这个 Cleveland 这个地方去传道 我住在一个 弟兄姊妹的家里面 有几位姊妹来看我 其中有一个姊妹 一个年轻的姊妹 他对我说 他说一弟兄 你说 气不气人呢 我那个丈夫 他三年不干活了 都是我养活他的 整个的家庭的开销 都是我自己 我一个人去工作的 可是每天我回家来 他们要好的人生 对我看 每天我回家来 没几句话 总共一天 这么三五句话 看不起我 你说我怎么办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呢 在教会里 许多的教会里面 所谓神学院里面 都有一门课 叫做心理学 教会 许多教会里面 有一种所谓 Counseling 这个心理辅导 但是我告诉大家 请你原谅我 圣经里面 这个心理辅导 这种东西啊 不是圣经里面的东西 这种东西呢 可以治标 但不能治本 比方说夫妻 夫妻之间出问题了 比方说 这个丈夫有了外遇了 或者妻子有了外遇了 这个心变了 这个心变掉了 在这个时候 你找一个人 给他来说服一下 解释一下 调和 调解一下 能解决问题吗 不能解决问题的 因为心变了 心的问题啊 只有神能够解决 所以当一个夫妻之间 真正那个心 出了问题的时候 并不是表面上 外表有什么 外表的问题 也许你用心理上 解释一下 也许可以解决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心 出问题了 只有神能够解决了 我们圣经里面 对我们说 王的心 在耶和华的手中 如同龙沟的水 水亦转流 当你的丈夫的心 出问题了 或者说 你的亲子的心 出问题了 这个时候 你要来到神的面前 养了神的脸 使他的心 能够变转过来 这才是真正的 解决问题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在美国的家庭 基督徒家庭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社会上外邦人 据说这个离婚率 已经达到了62%了 在教会中 也有相当的 弟兄姊妹 才发生的这个离婚的事情 这个当中啊 就是因为 没有用十字架 来解决问题 没有走在十字架的路上 如果夫妻之间 大家都敬畏神 行在十字架的路上 只要有一个 如果有一方面 行在主的路上 这个事情啊 就不会那么糟了 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有好多 征捐的事情 有好多 在教会里面 嫉妒 纷争的事情 这些事情 都是因为 撇弃了十字架的道路 在社会上呢 在工作单位里面 也是因为 不愿意吃亏 圣经说 保罗里哥里多的教会说 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为什么不愿意受欺呢 这样一来 所以就有许多许多 悲伤的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 无论在家里面 无论在社会里面 无论在教会里面 一定要高举基督 论着他的十字架 然后这个家庭 这个教会 才能够真正的 有主的同在 那 拣选十字架 拣选十字架 我想 我在这里 再做一个见证 把你拣选十字架 有好几个弟兄姊妹 问过我 你是怎么会去改造的 怎么会去改造的 当时 那是五十年代了 我当时是在苏州教会的 一个主要的负责同工之一 我是在苏州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共产党 要我们所有的基督教徒 基督教教会 参加 所谓三字架心 这个我已经提到过一点了 可是我们一直不愿意参加 我们觉得 我们不能够让人来做教会的头 我们不能够在圣经之外讲道 有一天 我们早上 礼拜天早上的聚会 刚刚结束 那个三字里面的一批人啊 突然之间啊 跑到我们这个 这个礼拜堂里面来了 好几十个人 都是苏州教会里面的传道人 男的也有 女的也有 他们没有经过我们的允许啊 那个三字架心的主席 姓陈的叫陈保罗 他就站到讲台上来 他自说自话地站到讲台上来 那他就啊 责问我 我就在第一排 他说 你们听听看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受尽 造成基督教里面的分裂 因为他们是点水里的 点水里的 我们是觉得圣经里是教训 是我们应该是尽力的 你为什么 他就说 为什么你要用尽力 来制造基督教的分裂 他要找我的差子 那一天 我站起来了 我说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有一本圣经 我们以前的生活 是否的标准就是圣经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不是点水里 点水里圣经里没有这个地位的 主耶稣受尽的时候 圣经明明说 他从水里上来 从水里上 主耶稣的榜样是如此 而且全本四行传里面 所有的受尽 同一个希腊字 Baptismo Baptismo这个意思 英文的翻译是 Deep into world 就把尽到水里面去 所以使徒们的榜样 主耶稣的榜样 圣经的命令 圣经说 信而受尽的 必然得救 这个尽 也是Baptismo 所以你必须是受尽的 不受尽 那个不符合圣经的 当我说到这里呢 另外有一个 女传道站起来了 她说 余弟兄 耶和华的话 好像银子在尼罗 练过其次 纯净 你呢 我看你三次都没有练过 她坐下来了 我就站起来了 我说感谢神 我说这个姊妹提的 意见很好 我能够在神面前承认 我不但三次没有练好 我也一次都没有练好 我求神灵敏我 请你们为我祷告 我这么一讲 这个斗争会开不下去 开不下去以后 接下来呢 就等于好像他们就 散掉 散走了 当时候 接下来就是 在整个江苏省 就召集了一个 叫基督教三次革新的学习班 把整个江苏省 每一个礼拜堂里面 去一个人 都是 其他的教会 都是推选的 你得选哪一位去 就去一个代表 学习这个三次革新 我们那个教会是指定的 宗教事务局指定 你们这个教会 是余松恩 他去 我们就集中在南京了 差不多有200个人 那请你注意 我去改造这个和这里面 这个基本的原因 那个时候呢 他们江苏省排了一个 宣传部部长姓余的 跟我同一个 余部长来做一个报告 做一个第一个政治报告 什么报告呢 题目是说 帝国主义 利用基督教 进行文化侵略 那么这个报告 做好了以后呢 就分组讨论了 那么我们苏州去的 这个正好 苏州有13个礼拜堂 那么正好13个人的 组成一个小组 那么我们就做下来讨论了 讨论的时候呢 我是不发言 我坐在那里啊 我听他们发言 一个一个一个都发言 大家都承认 哎呀我们过去呢 拿过外国人的钱啊 我们过去有外国宣教士啊 我们有总会在外国啊 我们是需要跟他们 各断关系的 我们是需要实行三字的 那我到最后 全部发言光了 那人到我要发言了 我说 文政的基督教 和帝国主义毫无关系 帝国主义 绝对不可能利用 纯正的基督教 那么我要摆事实讲道理 今天我不能讲很多 我再讲一点点 我就特别提到 在我们历史上 有个焦州湾事件 就是当初有两个德国宣教士 在焦州湾那里啊 被杀害了 所以德国人呢 就派军舰呢 占领了我们这个 中国的那个焦州湾 就是历史上那个焦州湾事件 我就说了 当初我们这两位外国的宣教士到中国来被杀害了 正好呢 他们的太太们两位都在中国 他们都同时的 像德国当时在中国有公死 像德国的这些外交人员呢 像德国的当局表明态度说 我们的丈夫 来到中国 属于耶稣基督而来的 他们死 为福音而死 就我们做家属的来说 当然我们一方面感觉到痛苦 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己最亲爱的人 另一面 他说我们感觉到无限的光荣 因为我们的丈夫 为了耶稣基督的见证 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们牺牲了他们自己的生命 他们是寻道者 你们不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侵略中国 我就对他们说 我说你们看 这两位宪教士 这两个宪教士的家庭 他们是帝国主义吗 他们是侵略我们中国吗 不是的 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 他们是真正为了主的福音而来的 那我还举了其他好多的例子 我说 纯正的基督教不可能被帝国主义利用 纯正的基督教从本质上 就是反对不学的 我们圣经里面向来反对不学的 甚至于孤儿寡妇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一再地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爱护他们 要帮助他们 有人比方说 把他的衣服拿来 摆在你那里做一个档头的话 你一定要在晚上就还给他 等等 圣经里面是教我们 要帮助贫穷人 所以听有教训说 这些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耶和华必偿还 许多这样的话 所以 那我就被人 他们听了以后呢 我记得那一个时候 有一个做记录的弟兄 也是个牧师 他悄悄地对我说 他说 于弟兄啊 当你发言的时候 我这个记录啊 很用心啊 不要让我的记录当中 有一句话 给他们抓住 对于不利啊 还有一个姊妹呢 一个同工的姊妹 悄悄地对我说 圣经兄你这样不行啊 你这样会抓起来啊 我就告诉他说 这没有办法的 这没有办法的 我们不能妥协啊 不能妥协 后来接下来你知道啊 他们就说 你这个人 于某某 我们都已经看见了 三次的需要了 我们已经表示 就愿意参加三次了 你到现在 还在替帝国主义辩护 你还在被帝国主义利用 我们已经不 已经醒悟过来了 你还不醒悟 我说我没有被帝国主义利用 他说你被帝国主义利用了 我说我和帝国主义 根本没有关系 我没有拿过他一份钱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 我们教会 他没有外国人 我们也没有外国总会 我怎么被他利用 你都有个人的定义啊 我说你说的不算数啊 这个利用两个字 已经用了几千年了 老祖宗就用了 那么要看字典呢 看字典呢 国民党的字典呢 不一定可靠了 现在是新华字典 我查看字典呢 我查出来了 我查出来了 其国呢 这个好像他们输掉了 从人说起来 他好像在这个辩论当中啊 辩书了 我们是没有被利用 你不能够把这个墙加于 在我们头上 最后呢 长话短说呢 在这一个学习班里面 大家都是好像 洋洋一大片的 总计啊 现在很长 我没有 我来的时候是什么思想 我去的时候也是什么思想 这就是我 送去改造的原因 弟兄姊妹 我不是傻瓜 我也可以 如果我在那个时候 我如果看风使动 我也可以在那个时候 妥协一下 我就不至于那么几十年的改造了 对不对 但是我感谢神 我感谢神 在这里啊 我拣选了十字架 我拣选了神的心意 我靠着主的恩典呢 行在主的旨意当中 所以弟兄姊妹 我怕 在你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今后的道路上 学习舍己 舍己 让我们的骄傲 让我们自己的 以自我中心 这些东西 让神能够借助我们的环境 来破碎我们 请你记得 神怎么样 破碎我们自己呢 我们这个己的生命呢 神怎么样 叫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丰富呢 里面给我们圣灵的光照 外面给我们安排 合适的环境 所以当你遇见 有一些的人 有一些的事 有一些物 是你不喜悦的时候 你不要轻易的 用肉体的办法来对付 就像那一天 我刚才说到 就是克里伦的那个姊妹 她说她的丈夫 是这样来对待她 三年以来都是她工作的 可是她丈夫对她 并不亲热并不好 我就对她说 我说姊妹啊 你知道吗 从神的眼光当中看来 你的丈夫 再也没有比她更好了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丈夫 摆在你旁边 她是来雕刻你 她是来修剪你 她是来破碎你 神是借助她 使你这个肉体啊 慢慢的减少 使基督的生命 慢慢的丰富起来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没有神 让神这样的做工在我们身上 我们永远是个基督里的婴孩 没有多大的用处 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 我们看到了 许多的弟兄姊妹 她是长期的 长年的气 气绝她的自己 像刚才我说的 那个严姊妹 那个服侍 那个奉瘫的姊妹 她难道不想到她的前途吗 她不想到她的婚姻吗 她不想到她自己的事业吗 她不想到到外面去玩玩去旅游旅游吗 可是她二十年的时间 就被混绑在一个风瘫的姊妹的房间 一天到晚 在那个脏和臭的当中 做到单调的哭哨的工作 但是感谢神 她天天从主那里知取恩典 天天从主那里得着亮光 她就是尽心其力的 像师父族一样 来服侍这个年老的姊妹 所以她身上就越过越纯洁了 天然的骄傲也好 天然的自私也好 爱世界的心也好 这些东西都站不上边 你们明白 所以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真是在事工上 在所谓的圣工上 让我们学习不要忘记 一切都要神起头 出于神 依靠神 归于神 在事工上 在我们天天的生活上 让我们接受圣灵 在我们环境上的安排 神在我们环境上的安排 是非常准确的 对我们每一个人 按照我们个人的需要 在环境上给我们安排 弟兄姊妹们 圣经说过 圣经说过 天上的鸟 飞鸟 马鱼 虽然不值钱 两分钱可以买五个 还天里一个 可是神如果不许可 一个也不掉在地上 你记得吗 那个彼得 在三次否认主的时候 他没有否认主 三次以前 那个鸡不叫第二次的 这个鸡在神的管理之下 你的头发神没有许可的 一根都不能够变核变埋 神在我们这些 蒙恩的人的周围 他对我们的造就 他所设计的这个环境 是非常紧 非常严格的 他给你安排一个丈夫 给你安排一个邻居 给你安排一个妻子 这些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 我们侍奉主 跟随主的人 要学习 爱神就要爱十字架 没有一个人可以爱主 而不爱十字架 弟兄姊妹们 我们有一首诗 我们昨天是前天唱过 你怎么没有伤痕 你怎么没有伤痕 让我们学习 忠心的跟随主 让我们舍去我们自己 天天背起十字架来 跟随主 请我们低头祷告 神爱的前父 我感谢赞美你 你把你一读生命的儿子 赐给我们 你能不能借助他 在十字架上留学舍命 洗尽我们的罪 使我们连去那个极大的死亡 你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 你要借助圣灵的光照 和环境中神里的 那个奇妙的安排 在那里造就我们 破碎我们 修剪我们 要叫我们一天一天的 蒙拯救脱离自己 脱离骄傲 脱离一切那些虚谎 脱离那些你说不喜悦的东西 使我们一天一天的 让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长大成人 我们对主啊 愿以赐恩给我们在座 每一位弟兄姊妹 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不但爱主 也不爱十字架 那么甘心愿意的 舍弃我们自己 好像我们有一天 能够疯疯疯疯的 进入神的国 愿我们的神 你垂听我们这样 卑微软弱的祷告 我们知道人的话语是有限的 但是圣经的话 圣灵是无限的 请神借助你自己的灵 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里面 开启我们 给我们里面有光 给我们里面有恩典 让我们真是 全心全意的 来跟随你 走在这一条 我们主耶稣书走过的路上 我们这样的恳切地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一段经文呢 短短的一段经文 他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告诉我们了 我们要见主的面 可以坦然无惧 要见主的面 不至于惭愧 我们在这里自由 似乎说得很简单的 归纳起来就是一个条件 小子们啊 你们要住在主里面 可见住在主里面 这一件事情 是极其重要的 我要告诉弟兄姊妹 到今天最后一堂 我要告诉弟兄姊妹 在过去我们中国大陆的 那个烈火的试炼当中 给我们最沉重的一个教训 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一点上 我们缺少教导 我们在这一点上 没有很好的普遍的实行 所以因此许多的弟兄姊妹 等四年来到的时候 他就倒下去了 那今天是 这是特别最后的机会 我开始呢 我要讲几个信道者的见证 然后我们要来看 他们给我们什么榜样 他们给我们什么教导 有一个弟兄姓王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他的名字叫王天堂 他是在青海改造的 是他跟他一起改造的 我的一个同工告诉我的 而且告诉我不止一次 只多次的告诉我 有这么一件事 这一个弟兄在青海改造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好像已经提起过了 青海的改造特别困难 因为这个地方呢 荒凉 它是个高原 它那里呀 有这个水呀 开起来是八十度 八十几度它就开了 不像我们在这里 要一百度才能开 有一种高原的 那个空气稀薄的 那一种艰难 所以在医学上有一种病啊 叫做高原反应 如果也没有适应 那种环境的话 就会有一种病痛 这个弟兄呢 在那里改造 我只能讲得很简单了 他改造了 他每一次祷告 吃饭的时候 他要煮血 他要闭着眼睛 低着头 再来煮血 他们就汇报了 上面的领导干部了 领导干部就对他说 你这个饭 是农民兄弟种出来的 你为什么要闭着眼睛 感谢神呢 这个饭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所以把他批拎了一顿 如果说 你再要感谢你的上帝啊 那么就让上帝给你吃饭 我们就不再给你吃饭了 你知道吗 这不是假的事情 是真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弟兄啊 思想斗争得很剧烈 他想我怎么办呢 他想我已经到了青海了 我要忠心到底啊 请大家仔细听啊 这个你今天很重要的一堂啊 结果呢 他们真的不给他饭吃了 后来呢 他们这个上帝啊 想不给他饭吃 要给他饿死的话 那么这个消息要传到社会上去 说劳改犯 在那个劳改农场里面 竟然饿死了 那么这个对共产党的政策啊 对于这些啊 都是不利的 所以呢 他们的上级干部呢 又找他谈话 他仍然不接受 他还是坚持要入行 有一天呢 他们这个党委第一把手 是个女的 这个女的啊 我们上海的时候 很拉手 很残忍 很残忍 他又把这个人啊 你既然要靠神来吃饭 那么你就靠神去哪 问神去拿 拿吧 结果呢 他们就把他 从这个劳改队里面呢 把他 押送到 一个劳改队的医院里面 给他一个秘密的 一个房间 除了 有关的人以外 别人都不知道 就关在那里 让他饿死 照讲呢 六天就饿死了 不吃不喝 按照他们的经验 六天就饿死了 可是这个弟兄呢 他到了九天才死 怎么才死呢 因为在中间呢 他快要死 饿得很厉害的时候 有一个护士啊 悄悄地在半夜里啊 吃个他两三块的 那个巧克力 不晓得这个巧克力 哪里来的 那个时候巧克力 都是很难买的 反正他 给他几块巧克力 他结果呢 多活了这么三年 三天 这个人死了 弟兄姊妹们 这个人死了 从一方面来说 这个弟兄 向着主 确实是有一颗 真诚的心 他是为了主的缘故 我相信啊 见差人心肺腑的神 知道这个 这个王弟兄 有一颗诚实的心 他是为了 要追行主的道 来 持守主的道 而死了 可惜 请原谅我 这个弟兄 没有受到 很好的教导 很好的教导 如果他知道 在那里祷告 和不祷告 和但以理不一样 但以理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大污吏王 他底下的人 因为嫉妒 要他 一天三次的祷告 停止下来 他一天的三次 没有停下来 人就是窗子打开 面向着耶路撒冷 一天三次的祷告 结果呢 他就被丢在 那个十字坑里面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故事 可是但以理 这个坚持 一天三次的祷告 和他坚持 吃饭那个祷告 不一样 你如果读过 这个 《猎王记》的话 我可以把一段的话 读给你听一听 你不一定要翻译了 翻开来了 当时候 第八章 《猎王记》第八章里面 当苏罗门王 把这个圣殿 造好的时候 他向着神 肯定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祷告 在这个祷告里面 他有一段话 我念给大家听听 是在第八章 四十六节开始 那是诸重的 主要的是第四十八节 苏罗门祷告说 你的名若得罪你 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 你向他们法路 将他们交给仇敌 裸到仇敌之地 何远何近 那么戴伊利也被裸去了 对不对 被裸到很远的地方 他们若在裸到之地 想起罪来 回心转意 恳求你说 我们有罪了 我们背逆了 我们作恶了 他们若在裸到之地 尽心尽心地去顺服你 又向自己的地 就是你所赐给他们列主的地 和你所选择的城 并为你 并我 为你所建造的殿祷告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 垂听他们的祈求 为他们申愿 但伊利一天三次的祷告 是根据这一段圣经 这一段圣经说 你如果 你们的这个国家 如果被裸到远的地方去了 你们感觉到自己有罪了 你们悔改了 在这个时候 那么你向着耶路撒冷 向着这个圣殿所在的地方 祷告 神要用着他自己的灵来垂听 那这个王弟兄 他没有知道 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是心灵和诚实的祷告 你不一定要闭着眼睛 说实在化 圣经里面 低头闭眼睛的祷告的榜样 倒还是没有的 马太福音十七章里面 主耶稣那个最重要的一个祷告 他是举目望天 他眼睛睁开了望着天的 所以他在那里改造的时候 干部你在那里祷告 你实在并不一定要坚持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神是见差人心的 他不知道神不要求我们 过于我们的亮光 所以当他知道 他以为说他这样做 就像戴伊犁那么做 结果他为了这一件事情 他就牺牲了 所以从他这个牺牲上面 一面我们感谢神 有这么样一个可爱的弟兄 他为了主的缘故 能够不顾自己的性命 但是他这个榜样 并不是一个合乎圣经的 美丽的 完美的榜样 第二个 寻到的 有一个弟兄 姓斯 方仁也斯 这个弟兄判刑十年 他怎么被判刑十年呢 他是个小学的体育教师 在我们中国大陆 小学教师啊 这个地位 社会地位 是比较低的 待遇也比较低的 尤其是小学的体育教师 并不需要经过 专门的训练的 他就是 说得难听一点 就陪着这个小孩子玩玩而已 可是这个弟兄 在神面前确实不简单 当那个五六年 缩反运动的时候 在我们上海的 教会里面那些年长的 弟兄当中有好多人被捕了 被捕以后呢 他心中不服 他认为说 这种人不是反革命 他们根本没有政治企图的 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是为了信仰 结果呢 他写了一封信啊 到中央去反映 给中央来总理 反映说 现在上海的公安部门呢 逮捕了我们教会里面一些负责的童工 负责的章工 这些人 有纯粹的宗教信仰 没有政治意图的 长话乱说 因为这件事情呢 他这封 这封反映的信啊 转转转转转转到上海市的 某一个单位判刑十年 我不能讲得很详细啊 可是他判刑十年刑啊 这个弟兄就是真的宝贵的弟兄啊 很不简单啊 他在劳改农场里面呢 继续为主做见证 继续为主传道 结果呢 在劳改农场里面 这是个反改道活动 坏句话说 这是反革命活动 你怎么能够在劳改农场里面 共产党要用马列祖 你毛泽东思想来改造你的 你竟然在那里 好 把人往耶稣那里带 结果呢 家刑五年 家刑五年 他家里很穷 他只有一个母亲 他自己呢 本来快要结婚了 因为一去改造呢 结婚这个 也就我们上海人说泡汤了 不行了 可是他这个年老的母亲啊 没有多少钱进账呢 他干什么 他替人家补衣服的 补衣服的 你衣服有个洞 洗干净了 他给你补一个洞 多少钱 很少了 几分钱 有一两毛钱 那么他的母亲在上海过着很穷苦的生活 他在劳改农场里面呢 继续的传播音 又加了五年 十年便是五年了 结果呢 在上海到底也有一些爱族的弟兄姊妹 就寄一点东西给他 恐怕他在劳改农场里面啊 身体受亏啊 生病啊 劳动啊 很重啊 就是寄给他 可是呢 你知道吗 这个弟兄不一般 当他收到这个包裹的时候 他就马上拿来和大家分享 他没有一个人在那里享受这些东西 而且他一再一再一再地写信给他母亲 不要人给他寄任何的东西 我在这里有足够了 他干一个什么工作呢 在这个农场里面派他做一个什么工作呢 水稻田里面呢 管水 我们在做弟兄姊妹 大部分都不懂嘛 这个在那个丘陵地带啊 这个田呢 是一积一积高上去的 我们叫梯田 梯田 那么梯田里面呢 种水倒是需要水的 那么水呢 我们在下雨天呢 我们在这个梯田的顶上有个池塘 有个池塘 那么水就寄在这个池塘里面 管水呢 就是说底下水干了 就把水啊 灌进去 水 下雨天水太多了 就把它水放掉 干这个活呢 所以这个活呢 有一个有利条件 它可以兜来兜去 兜来兜去 谁知道啊 它兜来兜去 有的时候水啊 蛮好 典里面也有 不多不少的时候 它就没事干了 它就干什么呢 它就去住老百姓那里 传祖的福音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别小看这个体育教师啊 在人的眼中啊 上海里叫小三子 小三子 小三子 美国人说small potato 可是他在神的心里面 这下庄牧师说的 他那个价值观呢 神在他的神的心里面呢 确实很了不起啊 弟兄姊妹 你想想看 他的那个改造啊 真是 无论是生是死 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他真是把这个活出来了 你明白吗 谁知道他最后呢 共产党说 他跳井自杀了 谁也不相信 谁也不相信 我们弟兄姊妹的解释就是说 把他丢到他那里面去了 因为他 那个时候母亲也去死了 也没有什么 舅舅也是很穷苦的一个农民啊 就这样去说 把这个人就了结掉了 这个弟兄不错 给我们很好的 那一种呢 向左主的忠诚 是能够激励我们的 可是他没有留下什么见证 没有什么这个讲的道啊 或者给我们什么教导啊 没有留下来 那在底下呢 我再讲一个寻道者 请大家原谅我 这个寻道者就是我的先父 我简单的讲一点点 他是一个医生 他是一九二几年的医生 他那个同班的同学啊 毕业 一同毕业的 总共只有五六个人 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在圣约翰大学 上海的圣约翰大学 他们从开始用外国人办的 从头发摸摇 全是用英文的 所以开始进去的时候 大概有四五十个人 到了毕业的时候 有许多的渐渐的自动的淘汰了 剩下五六个人 在当时候呢 中国的中医比较多 郎中比较多 西医很少 尤其是毕业是有四五个人 所以这些人呢 到了后来 各个都发大财了 尤其是在抗战期间 抗战症期间 那个时候啊 在上海的医生看病 讲经条的 这种啊 高档的医生是找经条 比方说呢 一个妇女生孩子了 顺产一两镜子 男产二两镜子 你一个儿子手跌断了 去包一包弄一弄 这个给你这个骨头借一借 把你治好了 多少钱 都是讲经条的 但是感谢神 我的先父呢 他一直在主面前有个心愿 我这个做医生 我是为了福音 我不是要发财 我不是要多的钱 所以呢 他有这样的规定呢 很有意思 你如果说你是家里富裕的 富得起的 你按照他的规定来富 你也不必多富 如果你穷 对证 如果你很穷 免费 如果你吃贫 我们中国人也有个吃贫 家徒四壁 那么不但不要钱 看完病以后 给你一朵米 他是这样子的 我记得很清楚 有个乡下人 有一次 有一阵子 他从上海到家乡去 看完我的伯父 还有我们的亲戚 他就在家乡 有做半年的医生 那么他没有去的时候 因为我姑父也是个医生 他是开一个小小的医院 在家乡是第一个医院 很早以前 193几年那个时候 家乡没有习医的 我的姑父呢 开一个习医 习医的医院很小很小 那么他就在门口贴一个大报告 说医学博士掩和专家 某某人要到这里来了 那么我父亲到了那里以后 哎呀到处 几十里路以外 甚至三百里路以外的 那些病人呢 轿子刚的来 到我父亲来看病 其中有一个病人 三十几岁 身体很棒 可是两个眼睛看不见 是先天性的白内障 那么这个身强力壮的 这个三世纪是个男人啊 没有其他的毛病 就是个眼睛看不见 那他浑身的力量啊 没地方死啊 他干什么呢 晴天到河里面去摸那个螺丝 明白吗 这个螺丝 螺丝的一毛钱就有一斤了 几分钱就有一斤了 不值钱 所以他摸来摸去摸来摸去 摸一天的螺丝 没赚多少钱 下雨天呢 螺丝不好摸了 他就搓那个草绳了 我们都知道 所以都搓不草 农村里面呢 需要搓草绳了 所以呢 过了很穷苦的生活 他到我父亲那里来看病了 哎呀我父亲一看 他是白内障 所以给他开刀 开完刀以后呢 就在我们家里住了三天 让他那个伤口啊 那个长好 然后呢 过了三天以后呢 他们乡村里面 他们村庄里面呢 就有人把那轿子抬回去了 抬回去了 我的父亲呢 就给他一斗米带回去 说你呀 不要马上劳动 你先呢 休息几天 你这个米呢 你就可以当饭吃了 是这样当一生的 啊这个故事是很长的 我不能说太多 后来 后来你知道吗 共产党来了以后啊 土地改革的时候啊 要凭这个地主啊 富农啊 中农啊 平下中农啊 要凭这个阶级成分呢 那么我们家呢 有十三某地 这个十三某地呢 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先父啊 在湖南长沙做医生的时候啊 他那个时候钱呢 赚的比较多 而我的母亲呢 很借约的 我母亲呢 我们一家的生活 大概三四十块钱就够了 我父亲的收入 大概有二百块钱一个月 那是营养 我母亲呢 就因为我的外婆 是靠我的舅舅生活的 舅舅是租人家的田的平农 所以我母亲呢 就买了十三某地呢 给我的舅舅去种 你就种这个田吧 你也不要付我猪了 你给我的母亲啊 就是她的母亲啊 给她养老 给她生活费 所以这个地呢 照讲起来是没有剥削的 可是那个时候呢 就不讲这些道理了 那个农民都开大会了 要凭这个阶级成分了 那么现在那个关键时刻啊 就是那个瞎眼的 那个时候 那个是典型的平农了 她站起来说话了 她说这个某某人 余某某 不能够拼她 拼她是地主啊 你们看 我这个人本来是瞎眼啊 浑身的力量 我没办法使啊 就是她给我开的道 我能看见了 不太能看见 她没有收我的钱 而且我能走了 她给我一斗的米啊 这里的哪里是地主呢 就是因为这个贫下总统 这样一个发言呢 你知道吗 她就没有平成地主 很感谢神了 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力 那么 那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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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